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离婚 拿你的东西 滚 收拾你的东西 滚 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 我让你滚 你跟腰比较脸啊 请全体坐下 现在开庭 来吧 罗先生曾经是名军人吗 那她的腿 是在救火现场腹上留下的残疾 住口 好 别怕 跟我说说吧 她这个人特别低调 不愿意把这件事情说给别人 她总说 国家对他们太好了 不想再给别人添麻烦 徐女士是这样的 我们法院能够帮助你们 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真实情况是什么 所以请你不要有任何顾虑 请相信我们 她曾经是一名消防战士 很多人 都现在刚向了 还记得把这些工具 在那九个� hierarch上 你理不 Institut 好像是在 是我的判断 是我的判断 是我 才让兄弟们贸然冲进火场 我对不起兄弟们 对不起 那次事故以后 他们失去了三个战友 有两个落下了终身残疾 他申请提前复原 那后来呢 后来 国家给了他们每个人 一笔不少的抚恤金 他这个人太要强了 到了地方第二年 就带领着那些牺牲战友的家属 一起做一些房地产生意 头几年还挺好的 但是前年 接了一个房地产项目需要电资 结果楼房都盖好了 开发商却怎么也不给钱 把我们几个家庭都拖垮了 那你们就没有寻求法律途径了 客户都是朋友们介绍的 再说人家也没说不给钱 只是暂时没用 所以你就打算跟你老婆离婚吗 罗先生 也请你配合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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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 刚睡下 一直在等你 饿了吧 我去给你盛饭 不用老公 我不喝 洛兰 慕兰有约 咱能不能不参加吗 你这法院工作 已经那么忙了 你还懒那些事干吗 图啥 为钱一分没有 魏明 你整天给那群老百姓打交道 能出啥名 你知道今天下午 咱女儿同学的家长们跟我说话 那都什么语气啊 你真想在这追梦路上 把英雄精神体现在 你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吗 别说了 对不起 老公 我不能离开慕兰有约 公益选讲端 我来说 你这不可能 人物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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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大的事给我打十几个电话 我很忙的 刘总不好意思啊 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但是这件事情 还真得您亲自来才能解决 我是犯了什么法吗 这倒没有 是这样 你认识一个叫罗冰的人吗 罗冰 你是说罗瘸子吧 是照片上的这个人 这小子还当过兵呢 没跟我说过呀 对 他不光当过兵 而且他是一名英雄 什么意思 他的腿是在救火的现场受伤的 同时他还失去了三名战友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 他没有说过是因为他不想再麻烦别人 刘总 你所欠的 可是罗冰 还有几位烈士家属的辛苦钱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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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计划官 刘总 你怎么来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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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秀村路上一道车 我最爱亲爱的祖国 我遥远记着你的心窝 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 和我诉说